各位小朋友和家长, 大家好! 今天又想和你们介绍另一个蝉晓的图案 叫做佛罗兹 怎么画呢? 这个就很简单, 我们同样 用一些线, 画了一个正方形 我们用一个线 看到吗? 然后把它分开 我们应该用一支针笔 把它分开 像街砖那样 现在我们画了 其实佛罗兹是一个什么图案呢? 就是一个佛罗兹先生 在他的厨房看到一些厨砖 他想出来的一些图案 在他的日常生活上 他找到一些图案 是不是很容易画呢? 有些街砖 如果你在你的洗手间 地板 都找到的 都看到的 好像一些三角形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画了这些图案 像零形 上了这些颜色 大家都看到 上了黑色 出来的感觉 是不是很像 我们家里的瓷砖 这样的感觉 这个图案 都不难画的 那你就是 上色先 像这些这样 我们做了这些形状 那我们全滑 全滑 用针笔 全滑 把它翻到这些位置 做一些阴影 当你上色 之后 我们完成的 图案 就是好像这个 这样 大家都看到了 很清楚 是不是 这个不同的步骤 是画佛罗姿 再讲一次 首先 我利用这些线 是将它分开 好像一些正方形 然后 第二个步骤 你就看到 我画了好像 三角形 或者你叫做 菱形 这些 形状的 东西 在这里 然后 最后 那步骤 当大家画了 这些菱形 在这里 上色 最后 这个完成的佛罗姿 就是这样 然后 我们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幅 其他人的 蝉晓画 都是由 认证导师 教授 他们自己找到的 大家看到 这个圆形 我们看到 这个春天 就是 很多 一块春天 代表螺旋形 一种生命的 复苏 知识的复苏 这个 暂时我们未学习的 就是一个 新月的图形 而佛罗姿 好像有些 佛罗姿 上次我都介绍过 就是高速公路 公路 公路 也都是 将这个图 想和大家说 如果你利用 刚才我们 学习佛罗姿的技巧 你都将这个图 再演变成其他 看不看得到 当中 有些好像 硬 也都好像 有一些是 铁网 或者好像 在英国的 Night Bridge 这个图 最后的一幅 就是我自己画的 都是利用这些技巧去做的 事情来的